大家好,我是Netflix的Jolene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MSR的VoiceService的服務 然後有些開發的經驗的分享 其實應該在場很多人自己都沒有發生 經驗也沒有多 因為我是一個新建人這樣子 但是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我是技術開發的工程師這樣子 那我們部門負責就是 AWS的還有一些雲端 像是GCP 然後還有Azure的那個 雲端上面的比如說社會開發 CDN開發這些部分 那我目前因為我們公司去年有 就是有新屋就是會幫忙開發Alessa的部分 那我目前就是負責AWS IoT的開發跟Alessa的開發 那Alessa的開發目前的話 就是分為 它目前Skill有分為五種 但是 目前客戶來講都是比較會形象 比如SmartphoneSkill跟CustomSkill 那我這後面我會介紹 那我今天的內容重點就是 我會大概講一下Alessa的 簡單介紹跟它的Skill的介紹這樣子 那接下來第二點就是 我會介紹說接下來 現在較多人希望開發的 CustomSkill跟SmartphoneSkill的開發 還有我的經驗的分享 那其實這邊可以簡單簡單 就是說 其實Alessa現在分的五項Skill 那有CustomSkill 然後SmartphoneSkill 那還有一個是 嗯 簡報 智慧簡報的 那個 看一下 喔對 Gash Briefing 就給你 那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 簡報跟新聞的播法 就是你可以跟 你可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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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行程 那或是說 我接下來要做簡報 或是說今天的新聞 今日的news 那還有一個 Music跟Video 這兩個 其實這兩個應該是 雖然在SmartphoneSkill 但是它現在把它分出來 就是因為現在的 音樂平台越來越做越多 那Alessa想要跟這部更多結合 比如說你可以連接上你的 Spotify 然後你直接對Alessa下面 比如說 Click Music 那它就會放你現在正在播放的音樂 就是你可能在你說 就是它會放 馬上放越 你可以直接下跌的指令 就好 對 那 因為其實Alessa的話 像剛剛請問 那個 總說人他講的就是 嗯 Google的Google Dialog & Flow 它其實 後面接 是接Google的 Function 那但是Alessa這邊 的話 後段是接到 AWS的浪彈 那我這邊會分享一下 我在浪彈上面的一些 開發的狀況 因為其實 它接浪彈的話 是最直覺的 那 我之前有一個開發 是做Custom Skill 的部分 它 希望我們做Alessa跟 Google Assistant 那我們Google Assistant那邊 它一樣是接Dialog Flow 做語音的分別 但是後面一樣都是接浪彈 就是變成用浪彈開一個API 配位出去 給Dialog 接 那 Alessa這邊就是很直覺性的 就是直接接浪彈 這個就沒有問題 對 那我後面會 都會一一的介紹這樣子 那我簡單的介紹一下Alessa 那 Alessa的話其實就是一個 雲端的 AWS雲端的雲服務這樣子 那 其實 應該只是說 大家現在都知道Alessa 在做的服務有哪些 那 其實就是可以 因為它前陣子有開放 第三方的 開發者可以去開發 他們所謂的Ski 的部分 所以其實Alessa如果 如果有的話 你去看它Ski 其實上面有很多很多種的 不同 不同 功能的Ski 這樣子 對 那現在就是 也越來越多 因為我之前 其實沒有看過Music 跟Beaut 有可能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也放 釋放出來 這樣子 那 其實 因為我是算分享 我Alessa的開發的經驗 所以就是可能 在可能 有其他人 也有 不一樣的想法 那 其實也可以 就是一起交流 這樣子 那 其實我的開發流程就是 因為 Alessa它需要一個 因為它 它剛才沒有講到 它開放第三方的開發者 但是它需要一個 accounting team 就是一個認證 那 它這邊的話 走的就是 Alessa 2.0的 一個認證的方法 它這邊走的是 Alessa 2.0 grade flow的 呃 grade flow的部分 就是 我先登入我 Amazon的長榜 然後 我進去做這個 Skill 如果是 第三方 比如說是 Nestlink的Skill 那我就需要再做 我自己的一個 使用者認證 我要去發一個 Token 給Alessa Alessa才會拿到那個 Token的時候 會往後丟丟 那這邊的話 就是變成說 在開發流程上面 你需要先做一個 account linking server 的部分 來讓使用者 可以做一個 第三方認證 那 接下來的話 就是你要選擇 你的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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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 比如說客戶可能需要開發 Custom Skill 那Custom Skill 就是很客製化 你先想問什麼都可以 但 應該先從Smart Home Smart Home Skill 開始講起 因為Smart Home Skill 就很簡單 就是譬如說 呃 Turn on the light 或是Lock the door 或是 呃 Turn off the Turn off the Air Condition 之類的 這樣子的 一個很 很 直覺性的講法 他說 Hey Alexa Turn on the light 那他就會把燈打開 那就是Smart Home Skill 的部分 那Smart Home Skill 這邊就是 其實開發很快 因為AWS 這一段 它在前方 語意的部分都有 判斷都已經寫好了 但是如果說 客戶今天 譬如說 想要一個 像我之前有個 我們的客戶是做 嬰兒的 就是嬰兒紀錄 這樣子 它是一個APP 然後紀錄嬰兒的一些 比如說感冒 呃 胃奶睡覺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 需要就是說 用一個Custom Skill 的方式 因為在Alessa原生的 Smart Home上面 不會有 這種語句判斷的部分 那這邊就要走 Custom Skill 的方式 那 其實後面其實 接法都是一樣 都是只要讓你拿去 做一個邏輯跟程式的 判斷還有更新 當然就是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 嬰兒的部分 它 好像 Has a cough 那你就必須要在後面 接到說 它感冒 那我會把這段 寄到我的Data Base裡面去 那這邊的話 變成說 我們要在Long 裡面去寫一些 呃 比如說 後迴圈 然後去 去抓它的 關鍵字 進來 這樣子 那這個前面那個 前面前衛講的 就是說 我用講到 就是類似這樣子 那最後的話 AWS上面有 CloudWatch 可以去看Long 打的所有ロード 那這段就是 它本來就有的部分 對 那這邊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它Skill 它Skill CreateSkill的時候 它裡面就有 這五種 這五種的功能 那 Custom Skill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它可以客製化 想要的 想要的 想要的語句 其實Custom Skill 現在是 較多人在開發的 那 其實兩者 差別就是在說 我Custom Skill 會需要去 像 前面所說的 有講到 在Logflow那邊 我需要去寫 我自己的判斷語句 那 Customs就是要做這種事情 就是我要在我的 語句的Model裡面去 設定我所有 可能發生的 語句的狀況 當然這個 用講 聽起來還好 但是實際寫起來 你會發現很複雜 先講英文就好了 比如說 你簡單講 就Open Door 好 那就是Open Action 然後 惹就是一個 比如說 就寫惹就好 那Door就是一個 物品 Event 那你就要定 Action跟Event 但是如果你 他今天只講 Open Door 他判斷就不一樣 他會講說 Open Door 但是 他會把Door接到 怎麼去 就是變成 他會 對不到那個字 那 這個就是一個 Custom最麻煩的地方 那我後面 會跟你們 大概講一下 就是 當初 其實這個案子到現在 還在開發 因為他客戶需求 蠻多的 那Smart Home Skill 就很快 像 官方AWS的Github 上面 他有一個 15分鐘 Smart Home的 Build 那我等一下 之後會 做給你們看 這樣子 那剩下三個 其實就是 比較 算是 特定功能的部分 就是 給一些商務人士 用的 或是一些娛樂用的 其實 Video跟Music 在Smart Home Skill 裡面就做得到 對 他可以對 比如說 做控制 大聲 小聲 切割 對電視做控制 切換 切換電視頻道 開機 關機 然後 大小聲也可以 那 其實Smart Home Skill 我現在做的 他做的已經越來越廣泛 那現在可以 對 廚房的 烤箱 做控制 就是 你可以直接設定說 我現在要幾秒 那我就可以直接 他就可以直接 幫你做 做一個類似IoT的 這樣子的 MUTP 他發送出去 給那個烤箱 那烤箱 那烤箱就會自動設定說 你現在需要 烘焙多久的時間 對 那其實 嗯 Smart Home的話 他 他就是一個 火進去就是一個 確診檔 出來也是一個 確診檔 他定義的就是一個很完整的 規格 那其實你只要把 因應的東西 留給他 他認得出來 他就會回復 他認不出來 他就給你一句 對於 sorry the device is no no response 這樣子 的部分 所以其實 如果你開發者今天是要開發一個 Smart Home的話 其實很快 其實很快 就是 功能的物體上面的連結而已 很快 但是就是變成說 你會被 Alessa官方的 語句給 限制住 好 那 就下一個列 這個是 這個其實 就跟剛剛看到那個 Google 很像 這是AWS 官方的 流程表 那 可以看到就是說 Device Control 就是最 最右邊那個 手機就是Alessa App 那 他進來之後 就是走到 Alessa App 那 那個是官方的 就是我們沒辦法 開發者一般 開發者是沒辦法去動到的 開發者可以 可以去控制的部分 只有 就是 Device Control 跟 Customer Oderies 的那個 線那邊 會就是 Account Linking 其實那邊就是 Account Linking 那個線那邊 我這邊沒有寫出來 線那邊 其實他進去的時候 是要先做Account Linking 才可以進去 Alessa App 那接下來就是 Smart Home Steel 這個Landa 這塊 這只有開發者 控制這兩塊 剩下的像是 這個 就是 Smart Device Manufacturer Cloud 跟 Alessa Cloud 這兩個都是 AWs在控制的 就是 開發者無法碰到這一塊 所以說 有很多 這邊出來的Bug 開發者是沒辦法去 去 Bug 對吧 這樣講 對 無法解決 像Alessa最近有 我覺得他最近可能有改版 因為他前陣子 其實他會對相同名字的物品做判別 就是說 比如說我兩個都叫 Nestlink 那他會去說 有兩個Device 是一樣的 那你是需要 你是 你需要把這個Device 做一個 那個什麼 獨立的名字 但是現在他不會 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的話 變成是我們 對客戶會有的 一開始我們 就是跟客戶說 對 他Alessa會判別 客戶一樣的話 他會去變別 那現在他不會變別 變成我們其實也無法 辦了這個問題 對 那其實 在 這段 就是Device進來這段 其實 這邊的話 其實但開發者 想要走HGDP 或是MTT都可以 其實 因為 他這段進來之後 他這邊其實只是做一個 判別 他就直接丟到Lambda去了 他會Response給Lambda 那 他Response給Lambda 之後其實 開發者其實在這邊 做的 做法 就很自由 這樣開發者想要走 MTT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走MTT 然後後面就是 接一個IoT的部分 這樣做出去 或是說 開發者在後面 有接一個Server 那Server後面 才是接Device的話 那那一段 也可以走 API的部分 其實這段 都 還 沒什麼差別 其實都可以 只是說 差在Lambda的費用 Lambda的費用 差不多 如果你想要 讓Lambda Hand在那邊 等後面的Response回來 Lambda的費用會差很多 因為你想想看 假設你GAME的Skill 你 你上去 上台 上去那個平台 你給很多人用 好 假設 一天 一天 因為你Call一次 大概一次就是一巨二 一天一個人 大概Call個 一千次左右 一百次 好像一百次 那一百人 一天就一萬次 那 Lambda 其實它是算幾秒數的 一次 只要三秒 你一天就三千秒 三千秒 三千秒這樣算上去 一個月的秒數會很可怪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在這邊會建議客戶就是 呃 後面 你device這邊的回覆要很快 就是我盡量可以 讓它在兩秒之內 兩三秒之內做完這樣是最快的 這樣 那 嗯 其實我們有遇過那種API的費用很久 那Lambda 在Lambda上面可以設定於10個時間 只是 它每次不 它API如果不回覆完 Lambda就整個就是沒辦法知道東西 那我接下來講的就是CustomSkill的部分 呃 其實這個就是客製化Skill 那其實 如果說客戶需要說是 呃 自定義一些語句的部分就是用這個 那 它這個的話就是 像我這邊的Example就是 Pay Alexa Ask Tech Bank For Tell Me Some Technology Groups 這句話的話其實 CustomSkill 它前面一定要有個前置動作就是 Ask Something 就是你的Skill的名稱 For 然後後面就是接一個語句 它不是像 像Smart HomeSkill 就是大家可能聽過就是 我剛剛講的就是 嘿 Let's turn on like 這樣子那麼的字句 大概先去問 Ask什麼東西 For For Do something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 那 然後 它最麻煩的其實 不是在讓我們打寫Code的部分 它最麻煩的是 這 就是這個 Alessine Direction Model 就是跟大家都說很像的東西 它需要去寫你的判斷的語句 那 這邊的話 因為我這邊其實我目前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第三點就講 像Open Door 就是一句 它就是 你就是寫一個Action 然後一個Effect 這樣子 一個問題 一個動作 但是如果假設你中間 你要 比如說 那你就要寫兩句的Dialog 但是 這是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開門而已 這是做同一件事情 那 假設你今天你要再做下一件事情 是 比如說 開冷氣 或是說 調音量 那你就要再寫下一個事件 那你就一個事件 比如說三句好了 你只有十個事件 你就要寫三十句的人 判斷一句的情緒 然後 如果你想要讓使用者做的 講的越自由 講話講的越自由 那你就要寫越多的判斷語句進去 這樣子 而且這是很簡單的部分 那如果很麻煩 那種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我的小孩生病了 然後 然後 我的小孩生病 然後 頭痛 生病頭痛 或是說 他吃了一顆 他吃了一顆 RCP0 之類的 這樣子 或是說他吃了什麼藥 那這樣的話 你後面的語句 就會變成是英文 然後很 很複雜 因為你會有顏色 會有color 然後會有一個事件 比如說感冒 那但是他又有吃藥 這樣子 那他後面的話 你的判斷就會變得很 很麻煩 那這邊的話 就是custom 最複雜的地方 因為你需要在你的語句裡面 去寫 你客戶 所 使用者可能會 說出來的狀況 你必須要全部考量進去 那當然的話 這邊就是變成說 如果你有一個資料可以知道說使用者可能會說的情況的話 那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變成必須自己設想 而且這邊是英文 就是你的英文要很好 我覺得這個英文要很好 才可以去用這個interaction的model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邊去回覆說 如果你缺少你的關鍵詞的話 那你可以定義一個反問語句 就是說你缺少了 比如說 他只說open door 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一間的房間 你可以說 which door will you want to open 之類的 這樣子 那給你看一下就是 他的頁面其實就是這樣子 其實跟dialogflow很像 他就是一個intent 一個intent就是一個事件 但是裡面會必須定義你的詞 就是action 然後type 然後可能是news 可能是 比如說 門 door之類的 那 你這些物件你都必須定義在slowtype 那當然這我只是示範而已 其實實際上不會這麼的少 實際上其實我們之前的案子大概用寫個四五句左右 去滿足使用者的需求這樣子 那這是interaction model的部分 那其實 卡斯登斯基爾在寫在包括前面的interaction model 或是說後面浪打的部分都會相較於smart home skill來的麻煩很多 因為他畢竟是完全客製好 就是AWS只幫你做我接收語句的部分 我判斷的部分而已 但是你後面包括啊 語句判斷啊 然後你要對語句做什麼樣的邏輯分析 或是程式架構那邊都是自己寫的 那這段就很少會有example 像smart home skill的話 他在AWS在Github上面有一個example的code 有四種支援四種語言 那其實你用那些code去加很快 大概 其實快一點大概一天你就可以加速 加速一個可以用的smart home skill 但是caster skill就不一樣 因為你要先從前面語句分析 你慢慢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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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可能寫了一天兩天 然後後面再來寫浪打 浪打的code的部分 那浪打code的部分 你又要去分析說 他語句我接到資料我要怎麼做 做一些判斷或是存到database這樣子 那可能就又很麻煩 那就是其實就是自由度很高 其實就是你想做什麼都可以做什麼 你想幫他回什麼都可以 因為這邊回覆的話 回覆也不是 就變成說你可以自己替你 你要回覆的語句 那就不會像smart home skill 一個很自私化的一個回覆 比如說smart home skill就是 你跟他講台詞 他就會一個映寓的規 這樣子 但是customer skill 你可以定義說你想要跟他講什麼 你跟他講說 nothing之類的 這樣都可以 但是smart home skill 裡面做不到這件事情 所以說其實customer skill 會就是工大 但是他的自由度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那個什麼 看法者其實可以一年去做 就是像前面有講的就是 NLP就是自然秘密分析之類的這塊 你只要直接就是做 就程式軟體的部分去做一個架構就好了 那我接下來介紹的是smart home skill 就是這位家庭居運助理 那他的 他講的話就很簡單 就是 就是Alessa turn on the kitchen light 那這邊的話 就是你也不用擔心說 他會不知道 你加一個惹或不加惹 看他 知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知道 他就直接到後面去 他會找到那個 那個 device 然後去對他做 turn on 的這個動作 那 其實 smart home 的話就是 很自私化 就是你 你給他 那你跟他講 就是你一定要用 turn on turn off open lock 之類他 AWS 當初定義好的這些語句 你不能說 呃 用自己創的一個心指 你創的一個心指太過了你 那 但是Alessa其實他現在 因為他的智慧家庭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他現在有支援很多種的智慧家庭 像冷氣、電視、音響 那智慧主堡 那 還有 鬧鐘、手機 還有一些 還有門鎖 那還有一個就是 還有一個其實台灣比較不常看到 就是 那個叫什麼 開關裝置 就是你門打開他會感應 的那個東西 門打開他會感應 門鎖起來他還會 他有一個感應的裝置 這樣子 因為其實 我在台灣比較不常看到 那 還有就是 就是之類的這些人 那他可以在你的app上面做一個控制 控制 所以即使 smart home skill 現在其實用起來在智慧家庭上算非常夠用 那如果你想要作品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 一些 AI AI判斷的部分的話 你可能後面就要用 custom skill 去做 因為你的語句可能會比較靈活一點 你需要接很多的關鍵字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 比如說 小孩今天睡了幾次這樣子進來的話 你的語句可能就要比較豐富一點 那smart home skill 可能就沒有辦法來做 這一類的需求 這樣子 smart home skill 其實他 在官方上面就寫了很多的 呃 講法 那 其實都是比較偏向於智慧家庭或是IoT的部分 他比較沒有 針對其他的 類型去做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就是 語句的判斷 他開發 他開發其實很快速 那 我底下最底下那個就是一個 他Github 官方Github上面的一個 15分鐘內就可以必有一個 smart home skill 所以 那我等一下之後會演示一次 那底下這三個就是那個 另外三個steel 那這三個其實 目前 我還沒有機會碰過 對 那其實就是這個就是 其實就是他 可以跟你講說 今天的 簡報 部分 那後面music 其實 最快速的就是 他可以跟音樂平台做結合 這樣子 那video的部分呢 就是他也是跟 比如說 那個 那個什麼 也是就是放電影的那個 電影平台做一個結合 其實這兩個其實就是跟音樂 還有品音平台比較相關性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比較起商業用 商業人士在用 這樣子 那當然比較廣大 那個一般人的話 會叫做 smart phone skill 對 smart phone skill 那我現在要來講一下 浪達 浪達其實算是一個 AWS的 SERVERLESS的一個服務 那其實不只 那個 不只那個 Alessa可以去接浪達 包括 IoT 然後 還有 比如說 你可以用API Gateway去出發浪達的部分 那但是 就是 你可以 你可以再接給API 然後像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那個時候做 Google System 就是直接做一個 用浪達 做API Gateway 的數據 接給 那他語句 判斷進來之後 他就會直接打API 進來給浪達 那浪達 我在這邊浪達就可以做一個 語意分析 那浪達的話 其實他現在可用語言 其實就是這六種 但是 可以在浪達上面直接編寫的 偏向於狀態語言 就是 像 GOLAND 直接在上面編寫 只有Python Ruby跟Node 可以在上面編寫 你其他 其他的 那個什麼 非動態語言 你必須要 包好一個 ZIP 然後上傳上去給他 但是 你不能直接在浪達上面做一個 編寫的動作 Python Python 跟Ruby 和Node 它就是 你如果有需要debug 你可以即時性的在浪達上面做一個 呃 debug的動作 但是其他的語言就比較 沒辦法 那浪達的話 它其實有個記憶體的限制 那像 像我 使用Node.js Node.js就會有很多 配音局勢會 容量很大 那 它就會有時候 就會被上傳的限制 上傳限制 被卡住 所以 這部分 就是變成說 其實 在浪達上面寫的話 會有一個 很麻煩就是你 大部分都要用原生的語言去 去做一個 那個 編寫 你可能 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寫 自己在 習慣上面 可能會用 引用一些 package的部分 那可能如果那個package 太 容量太大的話 你就沒辦法上傳到 浪達上面去做 去 去使用 對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 自行設計很多的觸發條件 它除了 Smart Home Smart Home 它有一個就是 Alessis Kit 那個部分 那那個就是 Custom 或是你有其他 想要觸發的 觸發浪達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個 當然這個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開API Gateway出去 開API Gateway出去 去接到 像我剛剛講的 Tileflow 或是說 IoT Pro 那邊可以接個 AVI進來 那可以去出發浪達 做一個 編寫 那個 就是做一個Service 的服務 那其實浪達 其實 因為 其實可以開API 這件事情出去的話 你就可以對浪達 做一個壓測 又或者是 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但是浪達本身 其實也有一個 測試的 呃 測試的方法 你可以在上面 編寫一個測試的方法 跟它做一個 測試動作 那當然這個就是 你要去浪達看 才會比較了解說 它那個測試的方法 是怎麼測試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 浪達本身的LOG 是從 CloudWatch去看的 這個是它自動 就 AWS 自動就有 就有用法的 這個就 這個就是 AWS 上面的服務 這樣子 那其實浪達的話 變成說 它會有很多 程式語言的支援的問題 像台灣很多人在寫是PHP 那PHP 那PHP就沒辦法在 浪達上面做一個編寫 它比較支援就是現在 比較 當紅的語言 那這塊的話就會比較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 習慣寫一些 比較 不熱門 冷門的語言的話 就會變成 沒辦法在浪達上面做編譯 這樣子 那其實 AWS 對浪達上面做很多的服務 它很多的 AWS等服務 都可以去Call浪達 那 對 讓浪達去做一個 呃 雲端運算的 雲端運算的 雲端運算的服務 這樣子 但是 其實在浪達上面編寫 其實 像我們自己在 像我是在VSCode上面寫 習慣在VSCode上面寫 程式 那 VSCode是那個 微軟 有釋放出來的一個平台 那 寫一寫之後其實 如果是 開發者就知道 其實寫習慣 上面都有那個 快捷鍵 快捷鍵你寫一寫之後 你就按一按 就是不用全部打完 比如說 呃 方權 那你先打F 他就底下跳一個方權 可以直接按下去 這樣子 一個快捷鍵 但浪達沒有 浪達就是你要自己一個人 慢慢刻慢慢刻 這樣子 那他當然也沒有所謂的 自動拍板 就是如果你想要讓拍板好看 那你就每一句每一句慢慢打 每一句每一句慢慢排板 這樣 那對 我剛剛也有講到 就是他有容量的限制 像 我在寫Note.js的時候 有習慣用一個request的套件 但是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塞到那個浪達裡面去 變成我在浪達裡面 要用一個原生的寫法去 去call ATI 做post 然後變成的動作 那其實這部分的話 可能很多語言就有這個問題 就是你習慣用的配品曲 變成沒辦法再浪達那一句 那你可能 要難就是加達容量 要嘛就是 做 嗯 就是可能用原生的寫法去寫 那這部分就會比較麻煩 那 最後一個就是浪達 目前可以在上面變寫的程式語言 就是移動它以原為主 這樣子 像Golain的話 你就是變成你要先寫好 然後才可以 上傳 上傳一個壓縮檔 上去浪達那邊 浪達會跑 但是你沒辦法 再浪達上面那個 網頁 為何上面去做一個編寫 就是改 比如說你要改call 之類的都沒辦法 就是你只能用比如說 Ruby 或是Python Node 這樣子才可以做這個動作 那 其實 Alessa開發快不快是不是都要看 客戶開發者的需求而定 那當然就是 像Smart Home的話 其實開發也是 就是開發上是很快的 那如果說你是Customer Steel的話 就是變成說 你需要按照客戶的需求 一個一個一個去 去設定去寫 去設計那個Model 那當然 你Alessa開發之後 你還有後續的問題 比如說你後面要不要接 雲端的Server 或是一個Database去設定 這部分都是一個問題 那 其實Alessa 因為它是一個 它就是Database做好的一個界面 那當然 你在上面做一些setting 因為包括第三方驗證 包括一些 使用者認證 或是開發者 開發者自己本身的一些key檔 之類的 那這部分其實 介面其實用起來都很快 看著官方的文件都做得很快 那但是你就會變成 但是比較麻煩就是 你前面的Auth的判斷 就是Account Linking那邊 跟Lamda裡面的call 如果說你單純只是開發 Elessa Smartphone skill 的話 那這兩個部分就是 就是比較 耗實耗工 那如果你是Custom skill 的話 你就會再加一個 就是Interaction Model 就是你必須跟你的 使用者做互動的允具 那 那部分在Lamda的call裡面 也會寫得更多 那 當然其實AWS會幫助這個服務 然後很多開發者去開發 就是因為AWS已經把 大部分的call都做掉了 那剩下的其實開發者 其實要做的事情就很少 很少 那 在 但是AWS上面就是 你沒辦法去對他的 一些狀況做 你只能問他 因為AWS開發Elessa 最少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網路上Google的話 很少 很少的問答 基本上都是AWS 自己官方的文件 或是官方的問答 比較多 那當然他有時候回答 不是那麼的 完美 就是沒辦法讓你完美的debug 因為很多開發者都會提到說 其實 要debug其實就是上Google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狀況 你必須 一個一個去對你的debug 到底是哪個問題 哪個環節出錯 那 AWS這部分 其實很 很難找到 很好的答案 嗯 包括就是像 我剛剛講的 同齡的問題 那他現在 這個方法 我們目前還沒有解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前段語句是不是 一看都有問題 這樣子 那其實 他在 AWS在 接收語句之後 他比如說 如果你後面是 接 智慧家電的話 那其實他認了 認名字 他其實認的是一個叫 endpoint ID的東西 他進來之後 他會在 他介紹你的名字 然後他會去對他 他自己裡面的一個 database 他自己 Delsa Cloud裡面的 database 去對說 這個 endpoint 是什麼 然後再往後丟 那我就 我在浪文達人去給介紹 他的 endpoint 他的 物品名稱 然後再去做一個動作 那其實這一段的話 像 像我們 之前有一個 客戶是需要做 他需要做一個 黑名單 他想要做一個 他想要對使用者做一個 ban ban使用者的動作 他怕 比如說 其實 他就是怕使用者 一直去 call 浪達 然後耗他們服務 耗他們錢 花他們錢 這樣子 所以他想要 如果有惡意去 對浪達做 很多次數 大量次數的 一個 呼叫的話 他想要把這個使用者 ban掉 他拿到 token之後 他在 Xpire和到的時候 他就去跟 你的 account linking server 需要 refresh token 那你可以在發 refresh token的時候 動手腳 比如說 這個使用者 你可以去確認說 這個使用者是不是 已經要ban掉了 要ban掉你就不要發給他 refresh token 那這個使用者 在 token 前一個 SS token到期 refresh token 沒有拿到的狀況下 他就沒辦法使用 HZ3 他依然他不會登出 但是他 會沒辦法使用這個服務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 浪達裡面 做一些手腳 比如說 你可以在poken裡面 你拿到poken之後 你再對poken做一次加密 然後再丟進去到浪達 然後浪達再解密 你就可以解析 所有你的 你需要的詞訊 這樣子 那當然 因為 耗耗的音頻是你的 然後浪達也是你的 但是中間會經過 Alexa Cloud 所以你必須 他只接受 token 他從 account linking Alexa Cloud 從 account linking 那邊接到 token之後 他會把 token主要浪達去 那你只能在 token裡面動手腳 其他的部分 你不能動手腳 因為你動手腳 你也接不到 你在浪達接不到 那你在浪達接不到的話 你就沒辦法去做 後續的一些 邏輯分析 或是程式的分析 這樣子 那 Elsar其實開發的優點就是說 它的 自然移居的部分 其實AWS 都已經做好了 那開發者 其實很快速就可以 去 寫 code 那不用再用一些其他的 部分這樣子 就是你只需要寫你的判斷的部分 那 Elsar的浪達其實 有些 有些客戶想要 想要做一個 對浪達做一個壓測 或是做其他測試的話 那浪達其實有提供很多的 一些方法 可以讓 開發者的客戶 做 對浪達做一個測試 那 其實浪達的話 他的 debug就是用 Cloud去看那個log 那浪達也可以在上面 用自你一個環境變速 或是你 浪達 的那個 Timeout的時間 或是你 黑條的記憶體 或是VPC 或是測試 那 其實你記憶體 其實我們 其實浪達應該不會用到太高 除非說你 真的要塞一些 套間 或是說你這個浪達很大包 不然的話 其實正常來講 最基本的記憶體 應該就是夠的 那 其實 其實浪達 嗯 寫起來的話 其實大部分都不會寫太好 它就是一個很 嗯 應該說這個 微服務吧 講這樣 就是 它其實裡面的東西 就是塞一兩個套件 然後像中原生的去寫 這樣子 其實是 對記憶體的負擔是最好的 那其實 Elexa開發的缺點的話 就是 像Smart Home的話 它的語句就很適時 但是客製的話 又要花時間 所以說如果你要快速 有客製的話 其實不太有客人 除非你已經有經驗 是有很相當有經驗的開發者 那你也必須衡量說浪達的費用問題 包括你客戶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你每次Call的描述 當你上 正式上市之後 每個使用者去使用那個 流量的 跟費用的問題 都是一個 需要去思考的 那其實第三點就是 這個浪達寫Call 其實不是很方便 就是你寫起來 它有些部分 會給你一些快捷 但是大多部分 你都要慢慢的寫 那第四點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你只能控制 你的accounting team 跟浪達 剩下的部分 都是AWS 幫你處理好 那那部分就是AWS 怎麼給你 你就必須要這樣寫 你只能照它的規則走 你沒辦法去 自己去 解決 或是說加一些 電數之類的 都沒辦法 所以 其實 AWSR的話 在開發上的話 其實像Google Google的話 Google很簡單 Google把它分開 Google Assistant 就是一個專案 那在GCP上面 然後接下來它後面 就接Dialogflow Dialogflow 又是另外一個服務 雖然是他們自己的 但是它把它 分開來 它把它分開來 它不是 像AWS 就是AWS上面 就有一個 SusKeyo 然後再來一個 AWS 浪達 那Google的話 就把它分開 所以Google的 Log 可以看Log的地方 就會有兩個 三個 Google GCP的Function 一個Log 然後Logflow 一個Log 然後它前面 Google Assistant 接語句的時候 又一個Log 可以看三個Log 但是在AWS AWS AWS 開發上面 就只有一個Log 就是在CloudWatch上面 浪達Log 其實Google的話 Google寫起來的話 會比較複雜 但是其實 如果你了解它的 了解它 它是怎麼運用的話 Google寫起來 你會覺得 會比較好寫一點 那AWS的話 就是像 初學者 這種 就是剛開發這種 的時候 你會覺得AWS 什麼都幫你做好了 就會比較 方便 比較快速 那我這邊 我用一個 這個是剛剛就是 他講 就是官方的 AWSR官方的套件 就是 You're just working smart home skill in 15 minutes 那他這邊就會講說 我要怎麼在15分鐘內 建一個AWSR的 smart home skill 那這邊的話 就是 我這邊 我這邊走的靠近 也是走他官方的部分 不是我自己的 那像我這邊 就已經設好一個 Secret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 他其實 他進去的時候 他需要一個 像我在這邊 我就可以去 create我的skill 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就是 像 剛剛你們有看到這個 那我這邊 打個test 那我這邊 建的是 smart home 那他在 語系這邊的話 就是 跟 google其實差不多的 那比較特別就是 他去年 好像今年 做了一個日本 但是 日本的我沒有開發過 所以我們還確定 他那個到底要怎麼開發 那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他在 他在那個 這邊就是他的setting的部分 就是你必須去設定說 像他這個是 這個是你的skill的ID 就是這個 Alessa這個task steel的ID 那 底下這個default endpoint 就是連結的 lambda的 mpoint id 那 這邊的話 變成就是說 我要再去建個lambda 這邊就是有個create lambda的部分 他這邊就是一個sample的 sample的lambda smart phone的那個code 在他github上面 那他這邊就是支援這四種 就是python node.js java 跟csharp 就是他有這四種samplecode 但是當然如果 你 假設幾顆一個smart phone的話 其實也是無所謂 那這邊的話就是 這邊就是我們的那個 這個就是他的官邦的一個samplecode 然後 我要來見到 這邊就是AWS的平台 那我在這邊 我去建一個人 浪大 那這邊就可以選語言 那這邊就可以選語言 比如說 其實他所有支援的語言 你都可以選 但是他的samplecode 就只有四種 剩下的你就是 你要自己去 想辦法去 刻一個出來 那這邊的話你還需要去 去訂定你自己的一個 I am的角色 就是你的入尾 就是就算你自己的一個入尾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LAMDA這邊還已經自動接了一個 CloudWatch的Long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的主程式 就是我的LAMDA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的觸發條件 其實就很多 像是有Dayway IoT 或是Skill Kit 這樣子 或是你的Low Balance 或是Cloud Run 這樣子的 這都是觸發LAMDA的條件 那我這邊選的是 Smart Home 那這邊ID就是需要輸入 這邊這個ID 那這樣的話其實 他這樣的話就是 Alessa的Smart Home 就有辦法去呼叫到 那個 這個LAMDA 那 那 剛剛你們看到這邊有個 Default Endpoint 就是要輸入這邊的 就是他兩邊要互相的去 連結 那這樣就 這邊 這個Setting就OK了 然後接下來 你就要去設定 他的Accounting Team 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 其實在他的BeatHub上面 都有寫到就是 就是 你在這邊 將這個Configure Table這邊 你的Auth就是連這一塊 那你這邊會看到一個叫做 ClyID跟ClySecret 這兩個就是 就是你走AuthCodeGrant的那個 驗證的 第三方的ID跟密碼 那這邊的話 其實官方還有提供一個方法 就是 直接用這邊設施寫號 我這邊已經用好一個 一個key 那我直接寫進去就好 是 那他這邊其實有講說 你在scope上面你需要打一個profile profile進去那才可以去接到那個 其實如果有寫過host 應該都知道說這邊就是 一個是驗證的URI 就是你的首頁 那這邊底下這個就是拿token的 token的和URI 那底下這兩個就是他需要驗證的第三方的一個ID跟scope 那這樣他就有連結到我的浪達去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在 我的帳戶底下就可以看到 這個steer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我的steer在這邊 那我直接inlabel進去的話他就可以直接 連到 他就可以連到我的那個 這邊就有回到一個success link 這樣子 他就直接連到我這個帳戶底下 那他這邊走的是走 他這邊走的是就是 LSR的帳號的驗證 就是沒有第三方使用者的驗證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你要寫一個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你今天要走FB 你NSR的那你這邊想要走的是一個FB的這個碼頭的話 那你就必須在這邊連結到FB的一個 帳號密碼的驗證 他inlabel那邊他會直接跳到那個 使用者驗證這邊去 所以其實就是開發者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這邊就可以自己寫說就是你想要走哪一種第三方的驗證這樣子 他這個是頁面的 因為他今天我手機這樣連上去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他手機板其實會更明顯的看到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smart home的狀態 或是這個special的狀態 比如說Door現在是開著或是關著的這樣子 那像我這邊就有個Door Lock 那我在手機上面你可以看到說他現在是關著還是開著的 他在他 Alessa固定每24小時會去打一次你的API或是你的MVTT 去更新他現在的Status 跟他現在的device的狀態 所以就是 其實你 你可以很簡單的看到你的Alessa上面的device 目前是開著關著或是溫度幾度之類的這樣子的一個 在App上面其實比較好看到 這個電腦其實就只是一個讓你 可以看到你現在是skill的 看到skill的比較好 比較一目瞭然的部分 App上面的功能會更多這樣子 那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